那本篇有四個大典 那第一個大典呢 就是照著聖經的記載 我們來看大衛 那二三大典呢 事實上就讓我們來看見米菲波社 還有這個以及預表的我們 就像米菲波社一樣 那第四大典呢 也就是提到了神的恩慈 那關於第一大典呢 說到大衛 那第一大典說到 沙夏九章一至十三節 好 記載大衛以恩慈 代約拿丹的兒子米菲波社 那這裡主要五個終點 都是提到了這個大衛 好 都和這個大衛是有關的 好 第一個呢 主要就說到這個大衛呢 他關心米菲波社 他關心這個扫羅的後裔 那他也就關心到這個米菲波社 這裡怎麼說呢 他這裡說到 大衛呢 他覺得有義務要恩待這個扫羅家存留的後裔 所以他就問了他家的一個仆人 他就說這個他家扫羅家還有人沒有 我要以神的恩慈代他 所以雖然扫羅是他的這個仇敵 好 是要殺他的 但是呢 這個大衛呢 卻以恩慈代他的家 好 所以他關心他家還有沒有後裔 還有沒有人存留 那第二呢 就是大衛不僅關心 好 他也知道了 好 所以呢 就有仆人對大衛說 好 這個約拿丹 好 他有個兒子就是米菲波社 好 並且呢 他的兩腿是殘廢的 好 並且呢 他的兩腿是殘廢的 那第三終點呢 就讓我們看見呢 這個大衛呢 他不僅關心 好 他也知道了 有這一個人 好 他原本是不知道了 但他知道了 然後他就是告訴米菲波社 好 那個大衛呢 他就親自的跟米菲波社說 好 他必因他父親的緣故恩待他 好 並且還要應許他將這一切 這個他祖父的弟都歸還他 那並且還邀他被在他的席上示範 好 那第四終點呢 好 就告訴我們這個大衛呢 他就有跟這樣這個米菲波社 他有這樣的一個約定 好 所以他約定他要保存他的性命 他不殺他 好 這個因為米菲波社 他是非常的這個懼怕他的 好 那並且他還要歸還他的產業 還要邀他同席吃飯 好 那這第五呢 就是說到一個結果 好 他就將他所這個應許的呢 好 都要這個成就在米菲波社身上 好 所以他就把這些產業歸還 好 並且呢 米菲波社 他也住在耶路撒冷 好 是與他這個藏在席上吃飯的 好 雖然他的兩腿是瘸的 好 所以這一整段呢 好 這個第一大點呢 都是從這個撒夏九章一至十三節的這處的經文 好 來說到這個歷史的事實 好 讓我們看見大衛是如何的關心 好 並且知道 而且還告訴跟他約定 好 最後呢 將這樣的應許成就在米菲波社身上 好 這就是第一大點 好 讓我們看見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到第二大點 好 第二大點開始呢 二三大點就提到了米菲波社這一個人 好 米菲波社呢 他沒有任何的一點的這個立場可以得恩 但是他竟然得著了 好 所以關於我們與神也是一樣 好 所以第一重點呢 就讓我們看見 米菲波社他在大衛面前是沒有地位的 他是沒有立場的 好 為什麼沒有地位沒有立場呢 好 他這 我後面有提到兩個點 就是說到這個他在神面前 他在這個大衛面前 他覺得他是仇敵 好 所以他是懼怕的 好 那他這裡說到 在信息裡有說到 他不敢去 好 因為他是仇敵 他不能去 因為他是瘸腿的 所以他的雙腿是瘸的 他不能夠去到大衛的面前 好 所以因著這兩個點呢 他在神面前 他在大衛面前是沒有地位的 好 那第二重點就說到這個關於 他所住的地方 他住在哪裡呢 然後就住在羅底巴 好 那羅底巴他是一個希伯來治 意思就是沒有草 沒有草場的地方 那就預表什麼呢 就預表今天的世界 好 就是這個羅底巴 所以米菲波社他是住在羅底巴 是一個沒有享受 好 沒有草場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今天啊 我們都像這個米菲波社一樣 我們都住在這個世界 好 都住在一個沒有享受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在這裡啊 這個我們在世界上是不能夠得著這個 完滿的一個享受 好 就是預表我們所居住的一個地方 那第三重點就說到這個 不是米菲波社去找大衛 因為他沒有行動的能力 乃是大衛打發人去把米菲波社接來 好 所以就說出我們是沒有能力去找神的 乃是神來接我們 好 所以照著天然人的觀念啊 我們都會想說啊 這個我們可以憑著我們自己的努力來做好 憑著我們的這個努力啊 我們能夠來親近神 但是啊 我們必須認識 我們是不能夠靠著我們自己天然的能力啊 來遇見這位神 所以常常啊 我們都是這個失敗堕落的 好 這個弟兄也說到 這個若是要靠我們自己去找神啊 這個常常是做不到的 甚至不可能的 往往主都是安排了許多的環境啊 讓這位神啊 親自的來遇見我們 好 那第四呢 就是說到這個 大衛說米菲波社時 心裡有一種連續的感覺 聲音裡有令人喜悅的聲調 好 那這裡就說出啊 這個大衛王啊 他裡面向著米菲波社 有一個恩食連續的心 好 那這一段呢 事實上 這一篇的信息大部分都是來自這個 尼托森文集 好 第一集的這個第十八冊 好 那其中就是 有一篇就是說到這個大衛與米菲波社 那這裡啊 這個尼龍非常厲害 他竟然能夠從這個 這一段的這個經文啊 就能夠讀出啊 這個大衛啊 他在 叫米菲波社的時候 裡面有一種不同的聲調 有一種令人喜悅的一個聲調 好 那 雖然我們不一定都讀得出來 但是啊 這個我覺得可能也不難想像 你想想看這個大衛啊 一個高高在上的一個軍王啊 他竟然能夠叫出一個 默默無聞的一個人的一個名字 好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啊 默默無聞 但是啊 如果有一個人啊 他跟我是敵對的 他甚至可能不知道我是誰 他因著打聽打聽以後啊 他竟然願意來到我的面前 並且叫出我的名字 好 我相信啊 他這個名字啊 這樣一叫啊 的確會讓人啊 有不一樣的感覺 好 就像主耶穌當初啊 叫了馬利亞一樣 這個主耶穌叫了這個彼得一樣 好 所以啊 這只要 他能夠叫出一個人的名字啊 那個人啊 裡面就一定會有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好 所以我相信啊 這裡啊 這個當大衛在叫米妃波色的時候啊 他裡面啊 的確是有一種 令人喜悅的一個聲調 那他也這樣的 藉著這樣的叫啊 他就把他這個恩慈連續的心啊 能夠表現出來 好 所以我相信這個 當米妃波色聽到大衛叫他名字的時候 一定是這個 不是這個非常憤怒的 一定是非常這個 讓人覺得可以親近的一位 好 所以神啊 他也是這樣來尋找我們 來叫我們 好 所以當神啊 這個臨到我們的時候 他也是在那裡呼喚我們的名字 好 那第三大點呢 主要就是說啊 這個從屬於一面說到我們啊 就像米妃波色一樣 好 那這裡有五個終點 好 第一個就是說到這個事實 好 這個事實是說到什麼 這米妃波色啊 他是 他後來住在耶路撒冷以後 他就在王的席上一同吃飯 但是呢 他有個情形就是 他的腿是瘸的 好 這是一個事實 也就是說出啊 我們事實上都是瘸腿的 我們都是啊 這犯罪的 都是墮落的 好 這個是一個事實 這是不能夠改變的 好 但是啊 我們需要看見啊 在王的席上 有豐富的享受 好 所以啊 第二終點就讓我們看見啊 我們需要有一個轉變 好 這個轉變是什麼呢 就是啊 米妃波色啊 他只看大衛桌上的豐富 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 好 所以啊 在我們身上 我們都有一些不堪的情形 但是呢 我們是否啊願意啊來到這個 主錢的時候呢 只看主桌上的一個豐富 好 若是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轉變啊 我們就常常是一個 在內顧自己的情況裡 我們就會覺得啊 自己是瘸腿的 自己是沒有能力的 好 自己是不堪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在這裡有一個的轉變 好 所以第三終點呢 就說到啊 這個 我們 好 都像米妃波色一樣 雖然是瘸腿的 好 我們都能夠在這樣的席上吃飯 好 我們都有這樣的資格 好 因為我們都得救了 所以我們都能 在王的席上來吃飯 好 所以第四終點就說到 我們就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需要一個轉離 需要忘斷 好 所以第四終點就告訴我們 我們 該從我們內顧自己轉離 並且忘斷以及餘主 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是要有一個轉變 要忘斷以及餘主 好 從自己的情形裡轉離 好 那第五終點呢 好 這也就說到 我們只該看神所擺在我們面前的豐富 和恩典 我們就會有平安 我們的心就會得著滿足 好 這就是當我們 這個轉 這個 藉著轉變 藉著忘斷 我們就會得著一個結果 好 這樣的結果就是要叫我們裡面有平安 好 叫我們的心得著滿足 有沒有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這個第三 好 說到我們 這個像米妃波色一樣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轉變 好 那第四大點呢 最後一個大點呢 他就說到這個大衛對米妃波色的恩池表真 神的恩池 所以最後一個大點呢 主要就是說到關於神的恩池 好 那在這裡呢 好 有四個終點 那這四個終點第一個就說到 什麼是恩池 恩池的定義是什麼 恩池是一種 人池的良善 出自神的怜悯和愛 好 所以恩池呢 是 人池的良善 他是出自神的怜悯和愛 好 那 接著呢 在第二終點 他就讓我們看見了這個 他有提到了四個很主要的詞 好 他在後面的這個小點 和這個副點裡面都有提到 第二終點說到什麼 第二終點說到 乃是我們救主的恩池和愛 拯救了我們 使我們與別人有別 好 那在這一段呢 他提到的四個詞就是 怜悯 愛 恩池 還有恩典 好 那這四個詞呢 我後面有稍微註記一下 這四個詞 第一個主要說到 愛是源頭 所以這位神呢 他是愛 他是源頭 他是這恩典的源頭 好 那怜悯呢 就是橋樑 這恩典呢 要如何臨到我們 他乃是需要借著有一個橋樑 就是恩典 好 那在信息裡 這個綱要裡也提到 恩池是神的一種態度 好 所以這個 憐悯呢 是橫跨這缺隙的橋樑 因為我們與神之間有罪的問題 我們這個跟神之間有這個 廣闊的缺隙 所以呢 神就藉著這連續的 這個憐悯的一個橋樑 好 把這個恩典呢 好 能夠帶給我們 那恩池就是 神賜恩典給我們的一個態度 好 所以神呢 向著我們有一個態度 好 這個態度就是恩池 好 那恩典是什麼 恩典就是神自己 好 他把自己呢 賜給我們 作為我們的享受 好 所以 這裡我們可以看見這四個詞的一個關係 首先 神他就是愛 他就是這個源頭 他乃是藉著這個橋樑 就是聯名 好 那其中呢 他向著我們態度就是恩池 那最後呢 就能夠叫我們得著恩典 好 所以 我們有怜悯 愛和恩池 自然就會有恩典 好 這是在綱要裡面告訴我們的 好 所以我們要如何享受恩典 我們就需要有怜悯 愛和恩池 好 那這是第三 好 第三重點 這也就讓我們看見這個恩典呢 這恩池呢 他要帶給我們恩典超越的豐富 好 所以呢 藉著這樣的一個享受呢 我們就能夠享受這恩典超越的一個豐富 好 並且這樣的一個豐富呢 要做我們的享受 要持續到千年國和將來的一個永遠 好 那最後呢 就提到了納林果子的其中一項是恩池 好 所以這裡就產生了一個結果 好 我就在尋求說 欸 這裡 神的恩池這一段到底要說的是什麼 難道是只有我們享受神的恩池嗎 好 那當然啊 我覺得照著這綱要的思路就可以讓我們看見 首先第一個讓我們認識什麼是恩池 恩池的定義 恩池的源頭是什麼 也就是這位神自己 那這位恩池呢 到底如何與我們發生關係 關係就是藉著愛 憐憫 恩池 叫我們享受恩典 並且這樣的恩典是豐富的恩典 最後就要產生一個結果 不是只有我們享受神的恩池 神做我們的恩典 在我們身上我們也要有一個結果 就是納林的果子 就是要產生恩池 所以呢 在我們身上都應該 因著享受神的恩典 神的愛 神的憐憫 神的恩池 在我們身上都要有一種表現就是 要以恩慈相待 要心存憐憫 要彼此饒恕 所以這該是我們 結出這納林的果子之一 就是要有恩慈的一個情形產生 所以這個定位也說到 當我們在過 照慧生活 身體生活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彰顯 我們彼此來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以恩慈相待 要心存憐憫 要彼此饒恕 這就是一個正常 照慧生活的一個情形和彰顯 那最後呢 我下面列了三個這個關於經歷的應用 第一個呢就是說到 這個來到這個王的席上吃飯 就說出每當我們主日藉著吃餅喝杯 來附主的言席 那其中呢特別是這個杯 它是福杯 那這張福杯呢就藉著我們的喝呢 我們就能夠歸還我們所失去的 所以我們就能夠歸還我們所有 該得的一個福分 所以我們都應該看中啊 這張主日的一個聚集 我們需要看見 這乃是王邀請了我們 來這個席上一同的享受 一同的吃飯 那第二個呢就是啊 關於米菲潑色 就是我們應當忘掉我們的瘸腿 我們需要在這個席上啊 享受他追徹不盡的豐富 經歷著包羅萬有的恩典 做我們的享受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不僅啊 要經歷了這個神的恩慈 經歷神做我們的恩典 我們的生活啊 我們的活珠啊 也要以恩慈相待 心存憐憫彼此饒恕 我們有一個美好的 這個深深度 我今人生愛你 我生在那一段時間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